甲安宣公所召开第二次村长及村干事的业务汇报 乡长游淑珍首先感谢基层村里长干事们 在大地震发生之后协力通报还有关怀灾民 而后续还有很多附建及安置转介工作要执行 在会议中有特别和基层干部讨论 要尽全力协助受灾民众早日回复正常生活 甲安宣公所113年第二次村长及村干事业务汇报 由乡长游淑珍主持 会议首先感谢基层村长和村干事们 在大地震发生后协力相公所积极通报及关怀灾民 后续还有很多相关工作要协助民众附建家园 正是这一次会议要讨论的重点 今年度第二次的村长汇报非常的重要 面对于灾情之后有太多的宣导事项 必须要能够传达到基层 同时也带来房屋的一个灾损的承报以外 更要针对弱势加户的一个关怀 动中心内部和民众在生活适性上要抢灾 要及时要防护安全的这些重点 都是在今天一定要首先来做好做满的 所以我们希望吉安厢的行动力跟效能要坐在最前面 也要开启最安全更适性到位来作为一个城堡 让我们可以及时做好防护很重要的一个会议在其中 会议当中包括了税捐减免申请重建家园银行贷款 围楼补墙或猜除等议题 还有其他社区村落当中的通报案件 乡公所团队和村长村干事们都充分讨论 乡公所也表示各村联合办公室除了上班日之外 每个星期三晚上七点到九点 星期六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都会有加班服务 由村干事们来提供民众必要的协助 居民众必要的协助